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一下 現在歐洲到底有多慘 當然這場恶物戰爭 對於歐洲來說 經濟上面是一個重創 首先我們先看看 因為現在 由於生活的成本危機的影響 現在歐洲各地的家庭 都說難以支付帳單 光是1月份的歐盟食品價格 已經比起一年前 漲了將近快兩成 你看匈牙利漲到48% 快要5成 立陶宛32% 斯洛伐克也將近三成 所以這場危機 已經讓多個歐洲國家 引發了街頭的抗議 而且像是在英國 還有其他的國家 都陸陸續續 在我們節目當中 都有講說在罷工 現在最新罷工的是葡萄牙 葡萄牙已經有數千人 走上街頭 就是說現在這個高通膨 已經讓日子 都已經過不下去了 而且德國就是 現在對於俄乌戰爭 更是反感 上萬德國人上街 反對軍援烏克蘭 我們直接來看看畫面 他們就抗議人士就講說 這明明就是西方才是敵人 所以德國民眾 甚至還向這個展示出來 被擊毀的俄軍坦克來獻花 然後這樣的一個舉動 還有俄羅斯方面還有回應 就說感謝德國這樣子的一個支持 跟這個 就是給予他們獻花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德國現在對於北溪被炸的事情 當然很多民眾是非常不滿的 他們甚至現在開始越來越看清楚說 這場戰爭究竟是誰挑起的 看起來好像他們現在更多的懷疑是 以美論 再來我們看一下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參加了他們自己法國的農業展 但是就是遇到了一些來抗議的人士 他們就是也是反戰 他們希望說這個法國也不要一直 站在這一個好像就是說制裁的那一方 然後導致這個相關的這一個戰爭 還要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這個保鏢就直接看到這個抗議者 這樣子就抓起了抗議者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畫面 抗議者一過去然後就被人家抓起來 因為他動作非常的粗暴 所以我們用一個抽格處理 所以他是直接抓著他的頭髮揪著這個領子 然後還掐著脖子 讓這個抗議者就不能夠靠近馬克宏 所以現在網友們就講說 馬克宏可能被一連串的抗議 已經搞得心服氣躁 所以也使得這個保鏢的動作 好像有一點反應過度 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中歐的關係反倒是回暖 因為現在馬克宏傳出 大概四月初會訪問中國大陸 歐盟的主席 現在這些人也陸陸續續打算要跟進 馬克宏是表示說 現在談到中方提前發布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 這個中國大陸立場 他說這個大陸參與和平努力 是一件好事情 法國的媒體也講說 現在馬克宏頻頻在各種管道 發表願意訪路 訪問中國大陸的一個意願 再來歐盟的主席這些人 也會在今年上半年 也打算要陸續訪中 當然是因為現在北溪的事件 你看連西班牙學者都跳出來講說 美國才是北溪管道破壞事件的 直接受益者 連美國的前議員都講說 其實美國應該要為伊拉克戰爭 跟俄武衝突負上最大的責任 我們來聽一下 所以越來越多連美國自己的人都覺得說 其實是美國導致了這一場俄污衝突 連美國現在越來越反對說 繼續援助烏克蘭 其實這烏克蘭戰爭可以很快停止 就像川普講的 他可以在什麼48小時之內 趕快讓這場戰爭停止 再來我們看看CIA局長有講說 美國有把握 這個中國將會提供俄羅斯公屋的致命武器 博恩斯他的講法是這樣子 他說 一個非常冒險跟不明智的賭注 那布林肯也跟著在講說 這個考慮 這個中國大陸考慮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武器 他們都說有證據 那但是現在最新的消息出來 可能支援俄羅斯的武器 讓大家傻眼 是什麼 是紅運扇 他們紅運扇叫做的武器 這讓大家覺得說 這哪裡像武器 這個是什麼樣 這個是可以變成那個雪滴子 還是什麼的 怎麼會是武器 所以他們講說 沒有 因為這普通家電裡面含有晶片 那這些晶片 俄羅斯就會用這些晶片 來更換軍事的裝備 人家想說你是不是腦補過頭了 然後大陸網友在笑說 原來布林肯死活 不肯講出來的證據 可能就是中國賣了紅運扇 所以又被大家揶揄 是不是有一點好像 就是故意要操作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到底有沒有援助俄羅斯 你看這些人 伯恩斯也講 布林肯也講 可是拜登講法跟他們不一樣 拜登說沒有證據 所以等於狠狠打臉了 伯恩斯跟布林肯 那但是美國這件事情 還沒完 他們現在又找到一個新的事情 今天我們也看到 這個我們台灣特定的一些媒體 大篇幅報導說 美國的能源部長 這個新冠大流行 可能就是源自於 中國大陸的實驗室洩漏出來 包含了華爾街日報 紐石CNN多家媒體 都引述了這個匿名性的來源 突然又開始要吵起了 這一個兩三年前這個新冠流行 當時的美國的講法 所以人家想說是怎麼樣炒作不成嗎 因為你這氣球炒不成 援助二國也炒不成 現在回來炒冷飯了嗎 又要開始講說 新冠又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嗎 這美國已經沒有招了嗎 我們來問一下賴老師 確實沒有招 認知作戰 美國在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有效 它跟G7的國家同步的在發動 認知作戰 它的效果是有的 但是它沒辦法走持久 沒辦法走到現在 一年過後大家重新反省 剛開始的時候 它事實上 因為一般的民眾很難了解 政治的操作的背後的動機 是在於 例如說隱藏的後面裡面 是給俄羅斯施加安全上的威脅 引爆俄羅斯 那麼去為了排除他的威脅 然後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攻擊烏克蘭 烏克蘭的動作是明顯的 所以俄國就成為入侵者 但是俄國的內部裡面 是因為北約進入了烏克蘭 改變了烏克蘭的中立地位 威脅到俄國的 尤其是首都的直接的安全 所以大家看不到後面的那個目的 北約的目的就是後面的 但是明的 俄國的做法 一定是會攻擊 這個是明的 所以剛開始的認知作戰有效 整個歐洲的國家 在民眾是支持他們的政府 那麼對於支持烏克蘭的戰爭 在台灣 你看那個蔡英文 他們的動作也有效 就是說所謂的 金字烏克蘭 名字台灣等等 也有效 但是一年以後 大家開始因為各種訊息 曝露得越來越多 討論得越來越多以後 原本歐洲的北約的國家 常在內部的動機被翻出來了 當然敏銳的政治分析家 可以在第一時間就告訴你 他的動機是什麼 可是這一些論述 通常會被打成異類 然後會被打成說 你就是俄國的同路人 你就是誰的同路人 這樣的一個被抹黑栽贓 可是一年以後我們看到 真相越來越浮現以後 當初的敏銳的政治分析員 現在就變成是主流的意見了 好 當初袒護的那些人就變成 就是變成惡流的那些人 因為他們是 為那些認知作戰者傳生的人 好 現在的情況是 一年過後 歐洲的民眾他們越來越發現 原來這背後的陰謀 是這麼的複雜 包括美國的能源巨頭 包括美英的這些金融巨頭 包括這些軍火的販子等等 大家越來越了解 就是原來我們是受害者 因為我們的生活的現狀被改變了 而改變以後 我們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原來是被這些政客操作 他們開始去反對他們的政客了 所以他們的政客 在當初跟美國一起操作的 這些人他們開始承受 他們原來操作的結果下 開始反噬給他們了 反噬給他們 他們的政權開始面對 更大的壓力跟危機 例如說像法國的總統馬克宏 也開始面對危機越來越大 像德國的政府 也開始面對危機越來越大 其實他在歐洲開始在燒起來了 而且會越燒越大 越燒越大的情形下 到最後美國也會燒起來 也會開始燒起來 因為當美國人的生活 他們也開始受到 越來越大的傷害的時候 他們開始發現說原來 他不是為了美國人的利益 是為了美國軍火上的利益 為了美國石油上的利益 為了美國金融商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美國人民大眾的利益 當然也會反過來 會去推翻 所以我們看到各種聲音 越來越出現的時候 他們的情況越來越糟 不過給後面一點訊息 我花一點時間 美國人的指控是因為 美國的對於軍工 軍民兩用 他是擴張解釋 只要能夠用在軍品 民用技術都算軍品 這是胡說八道 美國人就是玩這一套而已 好 亮哥 怎麼可能這樣定義 他最想定義 開玩笑 因為他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民航工業 恢復供應零組件 然後他就把解釋成說 這個戰鬥機也可以用 對嘛 所以這樣就是軍品 可以用在軍品 沒有人這樣定義的 笑死人 哪有人這樣定義 這樣所有的貿易都停止算 美國人就是跟你這樣玩 只要是工業製品 用到晶片人通通都不能進口 世界上哪有人這樣定義 那你也不要買俄羅斯手機 因為手機可以拆晶片出來 對 沒錯 這什麼邏輯 事實上拜登已經打臉布林肯 結果他美國駐中國大使還在講 我覺得他這個政府已經失聯了 因為我昨天看到那個 白宮安全的發言人Kirby 又跑出來了 人家又問他這個問題 說怎麼布林肯跟總統 好像講得不一樣 然後他怎麼回答 他說這個問題我不想回答 對 我覺得這個國家真的是很奇怪 這個就是 就是混亂的開始 事實上你可以看更深的混亂 比如說有人說 川普好像沒做什麼事 怎麼民調就突然超過拜登 因為2月16號 這個哈佛跟那個Harris Paul做一個民調 結果 川普的民調既然是46 拜登是41 奇怪 川普好像沒做什麼事 他只有去二海澳洲看那個 那個毒氣外洩現場 對不對 然後說叫拜登你來 不然就是跑一跑群眾場 選舉 暖身 就是拜登做了太多爛事 這個就好像賴清德 民調沒調 結果蔡英文跟蘇貞昌都掉下去了 因為他沒做爛事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拜登還不警覺這個狀況 共和黨當然也看到了 因為我最近看到川普的文宣 他就要再出來選 第一個訴求就是和平 然後他大有話可說 他四年總統任內沒有出過兵 這是事實 因為他在做戰略收縮 對不對 川普如果不是碰到新冠 他是應該連任的 他經濟其實不錯 然後他在緊縮做戰略收縮 拜登才當兩年 你外債就一下從24兆變成31.4兆 然後現在把經濟 你看進入2023 經濟只剩下1.4 我覺得這個懂經濟 懂國際政治人 都知道拜登搞砸了 好 將軍 其實我大家都以為說是拜登 是因為老先生 經常對空氣握手或幹嘛 但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拜登是一個很陰狠的人 你大家看看 第一個 他這個烏克蘭戰爭 是不是他挑起了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只有他一個人說會開戰 但後來還真的開戰 是不是他故意弄出這場戰爭 他弄出這場戰爭 結果是怎麼樣 是收割了北約 北約本來都已經腦死了 就在拜登挑撥起這場戰爭之後 他變成由美國來主控整個北約 所以事實上拜登他 我覺得他是老謀勝算 另外你看看我們台灣台積電 也是在拜登手上 被挖到美國去了 所以拜登有他厲害的地方 大家不要小看拜登 認為說他沒什麼 希望你要用這場戰爭 說他沒有什麼 但是他沒有想到 他已經把這個人做過 他是人 cruise 這麼多了